大家好 我是我要攬炒 很多謝大家出席這一個晚會 大宣學界的集會結束 在香港振發出呼籲 而我攬炒 會因一個普通人振奮 向香港人指責 會達少許我們前路的啟發 更多謝英國國會議員拍片支持香港 到底 為何會叫自己做我要攬炒呢 其實源於6月9日當日 我發現幾乎所有香港政府高官 和保安黨都有外國護照 他們只是假放棄外國護照一次 就享有肆意出賣香港利益的權利 與民為敵 賣港之後 官和保安黨就受受外國護照一走了之 所以我要取消他們的外國護照重發權利 讓他們身身細細落在大灣區 他們被攬炒 這兩個國家香港人已經奮戰了兩個月 這兩個月有三個時刻特別令我感觸 和決定奮戰下去 和大家齊上齊落 第一個時刻 在6月10日見到一年青人 絕望地回應當權者 反正都沒有未來 不如一槍拍射我 第二個時刻 在7月1日梁繼平議士和大家說 我們這次一輸就是輸10年 第三個時刻 在7月28日 元朗有儀式的盾牌被子彈射穿 記者問他為何還堅持 儀式很堅定地回答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第三個時刻 反映過香港人 就見將絕望的心情 轉化為無比勇氣 對抗暴政 這一刻 我們可能覺得很疲倦 很憤怒 很氣餒 但是我們不能放棄 因為這個是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最後機會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不是一句空洞口號 更加不應該被人利用來分化我們 因為光復香港指的是 光復香港的自由 人權 民主 資源自主 和國際定位 而時代革命的意思是 清晰50年不變的時代之中 由香港人一起有下 至上陷動政權 改變政治體制 學術上 只要社會大眾 上司由下 而上令政治體制有變化 就是革命 所以 2014年是革命 2016年是革命 2019年都是革命 1984年至今35年 香港人不斷退讓 普生救火 最終導致退無可退 對我們年輕一輩來說 與其2047年密密死去 倒不如趁香港上有一些欠望的情況下 用盡最後一口氣 創造未來 有年長一輩問 到底我們年輕人 有沒有勇氣 將抗爭加回傳統大台去領導 我不敢反問 傳統思維一輩 又有沒有勇氣 放棄30年來的模式 放手給年輕人 以新思維 新方式 改革香港不穩 當年千日 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 以何一方式向政府施壓的同事 但願我們回過頭來 會見到年長一輩 站在現場 密密支持我們 年輕人需要的不是金錢 不是食物 而是活生生的人 願意走出來支持 今天 之所以邀請不同光譜 不同年齡層的人士上台 就是為了向全世界展示出 無論香港情況多嚴峻 香港人 都不會因為政治理念 年齡不同 而肺炎 割蓆 無論有多少風波 我們依然團結 為我們的訴求奮戰到底 若今天起 我們不應該再分擁武和和理非 出得來的就是手足 是抗爭者 用核彈 都會割 我通常是大專學界 和攬炒都有同樣訓練 就是拒絕大台 如果有大台出現 我會出全力摧毀它 假如有一個人 就不得了一部分 請大家一視同日 將我拉下來 拆我台 只要拒絕迷信大台模式 不割席 不氣餘 善用國際思維 我們香港人一定會贏 香港人 靈挂飛飛 不作暴賊 光暴香港 時代革命 新加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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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ack 你是今裏 美工的 大家 strangers 我們 雷 雷 雷